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參謹 今天指數上升了73點 今天指數拉尾盤對不對 今天最後一盤台積電 台積電有大膽敲進 我們要放假 放連續三天假期 這個不計價給人家敲進去對不對 這類似那種問贏的感覺對不對 那代表类似啦 类似应该是美国股市 在我们放假过程当中 应该不会太差 应该会涨或者是大涨 大概是这个感觉啦 因为这个 如果你长期在看法人动作 大概他应该是有把握啦 那如果今天台积电尾盘 这样子往上敲的话 那今天2388的威盛 哇 对不对 这尾盘敲了2万张进去啦 在这个价会挂接近2万张 成交1万张而已 还有8000多张没成交到 大概挂1万9000张进去 好 收到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威盛在哪里 威盛今天在收个地方 威盛收盘价是什么价 威盛收盘价是几乎收盘最高点 没有收盘收到这里过 它这个最高点是在盘中碰到 这个是收盘的最高点 那你去看收盘最高点 收到这个地方 今天有人问 我们后面朋友在问 那个 它内盘还有8000多张 这代表有什么意思 你怎么问这么可爱的问题啊 它收在这个地方 代表什么 代表它这样子敲下去 它认为这2万张 就算全部成交 它也会赢啊 你懂这感觉吗 有人问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它要涨了嘛 你会在要放假之前 然后尾盘高于市价很多 然后敲2万张进去 还有快8000张没买到 对不对 他成交这1万张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就我所知道 你还不知道的 你还不知道的秘密啊 我跟大家讲说 威圣还有秘密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的秘密 是慢慢慢慢揭露的 我们10块钱跟大家讲威圣 那时候跟你先揭露一点点秘密 然后在22块钱的时候 告诉你再揭露秘密 还记得这一天我还告诉你 我们还有秘密哦 你要小心哦 会大涨哦 在这里这一天 对不对 结果隔天涨停板 哇 涨停板变平板 涨停板变平板 我怎么说 我说 对不对 你是我会员 我怎么在讲 全部报了 全部报了 昨天跟你讲全部报了 今天再买 来收到这里 真的啦 你不知道秘密到底价值多少钱 人家敢要放假之前 敲2万张进去 对不对 很可惜 还有8000张没成交 你帮他算一下 未来这1万张 你猜猜他没有赚多少钱 你猜猜 你一定觉得我疯了 老师你启笑你先减买 怎么会 我怎么会神经病呢 真的啦 这很多事情我讲在前面 10块跟你讲 12块跟你讲 绝对不能卖哦 只可以买进 还有那个报老 还有坐价差 还有坐价差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这里全部都不用卖 这里坐价差 然后到现在全胜 全胜了 那现在这个数字 只会往上增加 我突然地做 因为未来会更高 我告诉你的秘密 我很想再透露一点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那个秘密的话 你会觉得说 我早知道 我也买这500张1000张 真的啦 如果你知道秘密 你就不觉得他们这样子敲 很过分 老师 你是不是涨上来之后才给我乱讲 当然不是啊 来简单回顾一下 两天前微胜的VCR 2388微胜 每一次啦 每一次上来就很高 真的啦 我节目上我真的不太想讲微胜 我有微胜的秘密 我跟你说 只有背后很大的秘密 我节目上我已经不讲了 微胜背后很大的秘密 因为现在很多同业都在看 同业很厉害 结果微胜涨了他就赚钱 跌了就别两张账品 我讲的是一个真实的 你要的是真实的 真实的你才会赚到钱 我跟你讲真实的秘密 不是乱讲的喔 不是乱讲的 来看这些收费是啥 也才42块9啦 大概啦 近期收盘最高点啦 我跟你讲这有秘密喔 隔天从涨停板变平盘喔 一张都不要出继续跟亚马逊喔 今天也是请你买嘛 对不对 这样应该是OK啦 我告诉你等到以后上去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美国股市震荡 但是那个亚马逊创新高 NVIDIA创新高 因为现在的一个所谓的 现在的一个所谓的科技业 已经不像过去的科技业 现在科技业未来是这个 所谓的新的经济 所谓新的经济都要用到 过去还没有用到的 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相关的科技 那这个东西里面 在整个半导体上面 是不是很重要 包含商业 包含金融 包含零售 包含教育 包含公共 包含医疗 包含交通 这里面很重要的 所谓的人工智慧 你知道威胜占有多大的 一席之地吗 你知道它占有多大 一席之地吗 我换个简单的 换个另外的角度想 最近我跟大家讲的股票 对不对 3059华金科 我跟大家讲说 大股东 董事长在加码 我4月16日跟你讲 今天来到44块多 对我跟你讲 4944的兆元 对不对 我可不是涨上的才说 我在这里跟你讲 与神同行 对不对 真的啦 6月1号 6月1号跟你讲 与神同行 然后涨停板 涨停板 涨停板 再大涨 今天说到这里 近期收盘最高点 那我跟你说这个 来我跟大家说这个 这一支3694海华 来今天有没有收最高 来请问海华有没有收最高 涨停板 涨停板 差一点涨停 今天收最高 有没有收最高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不喜欢去追股票 可是我们喜欢什么 我们喜欢做一个大家还不知道的东西 对不对 这叫海华 跟大宗一样大股东锁码 跟大宗一样大股东锁码 这是不是叫海华 礼拜二 我是不是告诉你 倍速获利不是梦 倍速获利不是梦 你现在要想的事情是 赏户都不知道 特别总把这一直狂敲 一直在狂敲 一直在狂敲 6月12号的海华在这里 6月12号海华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涨停板 昨天指数跌159点 那今天呢 我觉得又收清高 这不是小涨 那为什么 你现在要想个东西 我的想法会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就像我一直跟大家 谈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大家都在问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最重要 反而是 贝佐斯是去年全世界赚最多的 赚最多钱的人 他想的东西 都跟别人不一样 他说我觉得第二个问题 比第一个重要 为什么 你现在想 我现在想一个东西就是 你看国具 过去十块钱 现在一千块 那如果你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输人不输人啊 对不对 你输人不输人 输人就不输人了 输人就不输人了 人十块现在一千耶 你觉得你要多少钱 才算个合理 2388会胜 人家国具十块的时候 国具十块的时候 人家曾经六百过 人家国具一共一千啊 你觉得他会试死吗 你真的觉得他会试死吗 我讲句坦白的啦 连莱德都多少钱了 连莱德都十七块啊 对不对 连二三 那个贸戏啦 贸戏过去两块三块 现在五十块 对不对 过去两块三块 现在五十块 那如果你是大 你是 对不对 你是做这个了 真的 如果你去做这个 布局工业物联网多年 有大集团再加上科技大佬 在吸手中国大陆政府 你认为他涨上来会涨到哪里 这我是6月13号礼拜三 跟大家讲的 那不好意思啊 昨天指数跌159点啊 今天早盘指数还不是很稳 不好意思他今天 涨停板 他今天涨停板 我等一下再放肤一下给你看 可是你要去想一个重要的重点 重要的逻辑 以现在的角度来讲 很多人都在说 买了什么股票会大涨 我的想法是 有什么样的股票 后面有大股东 人家在说嘛 海华的一个 海华的最大股东是谁 最大股东是谁 河硕嘛 然后最新来了一个叫做延华嘛 工业电脑全球领导者延华嘛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河硕嘛 对不对 他需要做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未来会用到很多 我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讲 对不对 6月13号海华涨停 昨天指数跌了一百多点 一百五十九点 他涨九% 今天不好意思再涨七% 今天在哪里 现在这里 这已经不是一只了 这已经不是两只了 我跟他大股东在买的 3059华金科 喷出 我跟他讲与神同行 4940兆元 喷出 我跟他讲海华 说在最高点 来回顾一下海华的 危险啊 很重要的重点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无线通讯 而这无线通讯会用到什么 用到WiFi跟蓝牙的无线技术 会广泛用在工业互联网 跟消费性互联网 也就是这个就是 郭董所说的 工业互联网的价值 是消费互联网的一百倍 不管你是消费性互联网也好 工业互联网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就是需要通讯 而怎么通讯呢 你怎么让你的机器 用最快的时间做一个连结 它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WiFi WiFi是什么 你手机都有的那个 还叫WiFi 蓝牙 蓝牙你稍少用的是 可是在工业互联网里面 它会用到很多 好那重点 谁是专门做 专门在做 好专门 专门在做这个 这一家公司 它的所有的业务 就是WiFi跟蓝牙通讯 就这两个 它就是专门做这个 WiFi跟蓝牙通讯模组 就是它所有的业务就是这个 所以它现在有两个大股东 它有两个大股东 它目前背后有两个大股东 一个是全球五百大 另外一个是最近才刚来的 是全球最大的某某某的一个领域的领导者 全球五百大的企业 一般人会想说全球五百大没什么 全球五百大很厉害 全球包含美国 所有全球五百大 台湾只有六个企业 六家企业上榜而已 鸿海 台积电 国泰清 广达 这样就四家 全部才六家 去年2017年 统计到去年为止 对不对 全部才六家上市而已 六家进榜而已 那它的大股东之一是这个全球前五百大 而且排在前三百名以内 那另外一个大股东是这个 那他们现在在偷偷加码 特别是后面这个 在偷偷加码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在未来 所谓的工业互联网的过程当中 它会是非常重要的要角 所以你去看它的筹码 你看它的筹码 总股东人数是绿色的 特殊筹码是红色的 这个只有一种事情能够解释 因为你看喔 散户在减少 如果股票市场里面有利多 怎么可能散户会减少 不可能啊 如果有利多 散户一定会增加的嘛 对不对 如果很标 散户会增加 对不对 但是没有 散户在减少 那特殊筹码再码代表什么 了解的领先卡位 而且这个数字 特殊筹码是历史性高 所有的筹码都绑在大股东身上 已经超过五成了 就像大中期长之前 我跟大家讲 就像大中期长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大中 对不对 42块43块钱 结果标到100千一几 昨天还涨年版 对不对 好那我说涨一样的嘛 而股票要涨 要有一样的情况 对不对 你要有大股东索码 那你要去想一下 大股东的心态嘛 人家过去八十几块啊 对不对 那现在在这个地方 20几块 那未来WiFi 蓝牙模组都要用到 对不对 在整个工业互联网的过程当中 都要用到 那你去想 大股东想的 商机爆发之前 了解的领先卡位嘛 特殊冲法已经历史新高了 对不对 为什么每个人都去追股票 因为追股票 隔一天可能会涨停板 但是我提供你一个 更好的方式 你不用追股票 你的股票隔一天 也会涨停板 这样会不会更好 你往下的空间有限 但是你往上的空间 一样会涨停板 哪里不好 真的啦 哪里不好 请问哪里不好 你所看到ViFi在哪里 你有看到ViFi在这里啊 请问哪里不好 那你一定会说老师 那还有没有类似呢 有啊 当然有啊 当然啊 可是他的股价越来越高 对不对 我跟他讲有一家公司 他布局物联网多年 对不对 他背后的大股东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集团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科技大佬 他要携手了中国大陆政府 然后未来还要办理私募 办理私募要引进 引进什么 引进策略伙伴 那你想想看 他股价在这里 对不对 布局工业物联网多年 他今天呢 他今天在这里 对不对 这是月线嘛 对不对 过去八十几 现在二十几块而已 今天涨一半 看样子你可能买不到 如果你不买的话 你可能买不到 来 我跟大家讲一下 那他大股东有谁 他这个大股东有谁 大股东有一个 蔡董事长 就联发科董事长 联发科董事长 自己本身持股超过一千张 然后另外一个大股东 以41元私募入股这一家 41元私募入股这一家 这个是很大集团 这一家公司 他一年的营收 有八千三百六十亿 有八千三百六十亿的公司 他私募入股 他到目前为止 股价才二十几块 他41块钱私募入股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合作伙伴是蔡董 蔡董是什么 联发科董事长 所以这一家公司 跟联发科合作 深化发展一条龙的 物联网生态系统 这个听起来 你没听过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 全包了 你看到中包了 你看到的全包 这里全部都有做 这里也有 真的 他做什么 人工智慧 智慧零售 工业机器人 机器视觉 2025中国制造 自动驾驶 车略管理 而且他跟中国市政府 他有成立一个 物联网的一个 厦门市政府 一个物联网系统 然后还要引进 私募的 私募引进新的策略伙伴 那如果你身边都是 你知道那个豪宅为什么贵吗 豪宅 因为住豪宅里面的隔壁邻居都是有钱人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本身是这样子 那你拭目入骨的人 一定很有名 那等你看到他很有名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股价就移去往上走 现在没有人 我跟你讲 现在涨个三成五成涨一倍都不算多 三成五成涨一倍怎么会多呢 国具从十块涨到一千多啊 涨一百倍啊 如果你是上市公司老板你作何感想 因为你不是 所以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 因为你不是老板 所以你只知道 他涨很多你要去追 被动物件 可是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想 人家都去这座啊 对不对 我怎么可以不涨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一想 到底真的什么东西才是未来会狂飙的股票 我换个角度想 别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 我会去 人家会追 人家会想什么 人家都想不到了 什么东西是大标股 而他是什么 贝佐斯是去年赚最多钱的人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段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航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交专线 022321 9933 23219933 今天指路上涨七十几点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放连续假期的情况 台积电是拉尾盘 威盛式拉尾盘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都敢拉尾盘了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大概国际股市不会太差 我们下礼拜一也没交易 他敢这样敲 那你看2388 等你过了阵子之后 你去看人家这一万张赚多少钱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敢不敢要放下钱 两万张拱了 除非你知道一些什么 如果你知道一些什么 那就很正常 那你认为人家要赚多少钱 如果他这个一万张都能够赚大钱 那我们肯定也能够赚大钱 对吧 我们肯定也能够赚大钱 我跟会员讲得很清楚 昨天中错的时候 核心持股威盛给我报了 绝对一只 绝对打死都不能卖的威盛 今天还请没有威盛的会员朋友去买 对不对 你去想 你去想真的很多事情 等到你看到就已经来不及了 等你看到它飙上去 你看到华晶科飙上去的时候 你再想到董事长在买 买乎啊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不用当神只要与神同行 这什么时候 赵远 这6月1号礼拜五 不用当神只要与神同行 对不对 不用当神只要与神同行 来今天在哪里 今天说在这里 老师6月1号在哪里 6月1号在这里 我放个乎 不用放 因为没有时间放 对不对 来到这里 我要跟你说什么 真的去买那种会飙的啦 真的 这一支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只是热身哦 未来会喷出 你等着看 来回顾一下6月13号当时的武器啊 但是我们一旦有动作 我希望它就是最好的股票 帮你选到最低点的股票 对不对 那现在未来呢 有几个很重要的商机 我认为这个没有人跟你说 这个才是很大的商机 因为大家连工业互联网 是什么东西都搞不懂 没有人搞得懂 什么叫工业互联网 今天FIA虽然没有涨停板 但是它的涨幅也不错 本一笔也直接在拉高 有什么股票 是布局工业互联网已经很多年 而且它背后的一个股东结构 包含有大集团 包含有科技到老 还有中国大陆政府的支持 未来还会再加入点点点点 这叫什么 工业互联网机器视觉 人机界面机械自动化 重点是它股价很便宜 不会有人跟你讲 真的啦 大家都要去追涨停板了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 其实有些时候 你看结果就知道 我跟大家讲 你看结果就知道 而这结果 未来你会很想买 但是你不一定买得到 诶 怎么会这么贵 怎么可能 老师你跟我说这个 这个看起来很便宜啊 对啊 今天呢 诶老师 今天涨停板了 昨天K线收了丑不丑的 今天涨停板了 诶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 这家公司它跟联发哥合作 深入发展一条龙的物联网生态系统 你知道国内国内能够所有的东西 能够跟联发哥长期合作的很少 而且是策略伙伴 策略伙伴 联发哥是中国大陆2025 那个中国制造很重要的一个要角 上次那个谁 中兴通信被人家点点点的时候 联发哥也被人家点名 对不对 他能够跟联发哥一起发展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蔡董事长也就是联发哥董事长 本身只有这家公司 持股超过1000张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集团 过去41块钱私募入股 这个大集团年营收高达8363亿 他一年营收8360亿 他如果灌一点点单子 灌一点点单子给他 灌一点单子给他 这家公司股本多少 股本6亿 他如果灌一点单子给他 8360亿的营收的一家集团 灌一点给他 你认为他40亿块钱会不会赔钱 当然不可能赔钱 而且他跟厦门市政府已经 合计发展这个物联网 这个什么基金 他现在还要引进私募的合作伙伴 他如果引进私募合作伙伴 当你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人跟他合作 哇这家这家特董 特董你买不得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要去想的事情是 这个叫做所谓的新经济 所谓的人工智慧 未来未来包含这个东西 谁会做得到 对不对 这是全新的 为什么亚马逊股价创新高 NVIDIA股价创新高 是在昨天美国升级的情况 美国升级亚马逊创新高 那你去看未来全新全新的商业模式里面 因为拥有背后有大股东 为什么我最近一直跟他讲大股东 因为大股东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赏户每涨就换股票 可是大股东 每涨他不能换股票 你看到大股东每涨 这两天每涨 我股票全部都卖掉 再去做另外一个 大股东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吧 对不对 好 那你看到贸系 2元3元去到50 你看到 你看到莱德 4元5元去到17 你看到2327 10元去到1000 你是上市公司 你的股票涨一点会很过分吗 涨一点点会很过分吗 涨三成五成会很过分吗 不会吧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一旦你见到利多 我跟你讲多少钱才算过分 你自己慢慢看 好 反正我事先跟你讲 我不是要大涨之后才跟你说 好 做这个东西 想想看为什么人家富豪 会是成为富豪 因为大家都在问了这个问题 其实最关键的在下面 有什么股票 有什么股票 是未来会大涨 现在还在抵挡 你可以买得多多的 你可以买得安安心心的 未来一样可能会喷出 会大涨 会涨三成涨五成涨一倍了 那你要选这个嘛 对不对 真正的好朋友 是在还没上场之前 跟你分享别人 想都想不到的好股样 接下来是一个连续假期 也祝大家假期愉快 哦哦哦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